國道9026縣 10月底符合客運接手後 傳出業者有意變更路線減班 引起了通勤族的焦慮 新的業者能夠確定上路之前 仍然要要求現在的 首屬客運的業者能夠繼續持續教訓 先前也有談論到說 有一些班次會減少 或者是站點會改變的問題 班次會減少的重量因素 尤其是因為是疫情 其實在疫情之前的班次是非常多的 那現在在疫情的 現在我們都還算在疫情之後的 這個減少的班次的這個狀態之下 那現在我們可以維持的 就是現在現有的班次都不會減少 那其實非常多的 民眾都從司機那邊提到一些聲音 所以一直努力來跟我們這邊聯繫 希望蔡新委員能夠閒助 讓手也能夠維持任何平平的狀況 那在這兩年疫情過去之後 目前的疫情慢慢繞定 那在這裡都準備不正常的上班 我們跟蔡新委員也持續的跟家中部 希望說可以來協助這個9026的班次 可以繼續符合大眾的需求 因為大概如果只要上我看的話 就知道我們9026大眾的民眾是非常非常多的 據傳新的業者接手後 路線將不停靠南港站 經過立委蔡思英和交通部長王國才協調後 交通部做出了承諾 新的營運商還沒有接手之前 這條路線不會停止 會繼續的走下去 第二件事情 因為路線的行使過程當中 造成首都客運虧損的部分 那交通部會另外額外的補貼現有的營運商 那第三個 這是我特別有跟交通部長提到的 那新的團隊什麼時候能上手 以及新的團隊的服務品質 這兩件事情要經過 要經過基隆市政府在這邊做最後的確認才可以 也就是說第三個是最重要的 新的營運團隊何時能夠上手來接棒 以及這樣的服務品質 要由金融市政府這邊做最後的確認才能夠上手 我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包括我看到有林佩祥 林副議長或者幾位議員 都有表達說服務品質會不會降低 路線會不會變更的等等問題 我在今天都有跟部長就這件事情 來提到這些事情的討論 那我的主張是原路線原服務品質不應該被變更 原路線原服務品質不應該被變更或下降 那這個部份部長也聽懂我的意思 他也會來跟我們的後續的單位來處理 蔡司英強調他會持續向接手業者溝通 維持原來的服務品質 讓疫情結束之後才能夠創造乘客和業者雙贏的局面 記者黃少彩雲uyorsun 最终报道